無論如何 很多網友都很關心我 第一就是叫我不要那麼勞氣 大家搞清楚 我是真心說,我是不勞氣的 我不跟阿正,阿正是真勞氣,我是不勞氣的 大家如果有留意,小心點看《碧莉晚報》 你會發覺我的情緒可以是0至100在1秒之內 100又可以在1秒之內變回0 為甚麼呢? 對我來說是一個drama,是一個表演 而且我亦要找些傻瓜來虧了 你說是不是真的勞氣,也不會勞上心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任何事情 逼迫的 逼迫任何人都不行 雖然有時候人們會覺得我逼他們接受我的意見 其實不是的,你可以拼搏的,不過我只有一支咪高峰 你最大的拼搏就可以不聽,又或者可以另外開咪高峰我 自由社會就是 你屌我時,我又屌你,你又可以屌我 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說我沒有公權力,我用公權力不讓你屌我 譬如我拼搏了你,你也可以在Facebook、YouTube寫的 但如果你說我用公權力,直接不讓你,那就大了 好了 各位朋友,今天我是沒有打針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我 為何我不打針 因為我老婆叫我不要打 我為何呢?其實只是想想這件事 我今早已經是想著去打的 他說你也是不要打的,為何呢? 因為今天,如果大家上來我們的視頻看 我們今天是無論如何來兩個大雪櫃的 那當然是我一個人在那裡 其實我可以等待他們回來的 但我不能等,我很心急 於是,很慘,有人送火箱來 我說,哥哥,不要走著,他怎麼了? 你幫我鬥一下,他鬥一下而已 鬥一下門檻,我就可以自己推他 因為我不能等,我放了兩個東西在那裡 然後把電線都駁掉 其實只不過是相當口螺絲駁掉電線 那時候十三妹、十五虎和我老婆說 他們說,阿比利那隻好男人,就是他們眼神 其實我只不過是收幾個口螺絲而已 但他們這些人不懂,就覺得我很厲害 為什麼有雪櫃來呢? 因為你們訂了太多盆菜 那盆菜我們真的不夠膽,最後才下 那些運輸真的亂到大浪和海洋空